我叫板架小微 一名幸存者 昨天拿着全新的武器 左轮手枪和盾牌上线了 不过我昨天的视频当中并没有讲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 对吧 说实话 不是老年我不想讲 是条件它不允许 本来我是打算充点钱 抽一抽 碰碰运气的 可你妹的 这一个月不能克金的惩罚 就摆在那 没错吧 去商城里面买吧 不是没有货 就是价格高的离谱 你们说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的好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惩罚里只说我自己不能克金 但没说不能让别人帮我克金 对吧 所以呢 昨天我是软眼影监视 总算是让二师兄 帮我克了三百大羊精来 这就舒服了嘛 又可以美滋滋的抽一波奖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今天老娘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传说中的欧皇 长啥样吧 直接搞起物联虫 开针 第一发 第二发 第三发 还好出了手枪啊 不然老娘我话都不想说了 继续 第四发 我去 话说你好歹给我个白的盾牌啊 接着来 第五发 你妹的 怎么又是啥都没有啊 大爷的 最后一发 我就不信我抽 得 抱歉 打扰了 我不配 我对手 我活该 赚条苗的三百大羊就抽了把白板的小手枪啊 你敢信 崩溃 太崩溃了 连个白板盾牌都不给我啊 你说起不起 二师兄啊 二师兄 你给我抽的这是黑钱吧 啊 这你妹的也太黑了吧 哎 没抽到盾牌 难受贵难受啊 但是为了能体验一下这个盾牌呢 老娘我还是忍痛花金条 买了一个最便宜的 结果呢 提了完手枪加盾牌的组合之后 我是长子都会清了 嗯 这手枪的威力 我真是啥都不想说了 满石配件就打这伤害 你敢信 除非你近身贴脸的 否则简直就是把玩具枪啊 有没有 至于这盾牌呢 反正就更奇葩了 除了展开能多抵挡十几点伤害之外 完全看不出来盾牌的威力在哪 而且展开之后还不能跳远 跳一下 盾牌就收回去了 你说气不气 走 这可能因为我这手枪和盾牌 都是白板的原因吧 嗯 可你妹的话又说回来 这要抽到典藏的话 那得多少个648呀 就这样来看的话 即使抽出来 性价比也很低啊 你们说对吧 卖的贵了没人 卖的便宜了 自己有点亏本 没错吧 哎 算了 对于这新武器的组合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中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by bwd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